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逛的是自己印的Plan B 我市集 走吧 一號倉庫這邊也是有迷路森林的市集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 第一次 第1個 期間 第1個 期間 第11個 期間 第2個 期間 現在是快樂但是又吃土的狀態 回來啦 我們要來和大家介紹這些 令人相當快樂的戰利品 那這一次我非常的節制 我只買了 十三卷舉膠帶 五張明信片還有一個小調室和一些贈品 十三耶 十三 剛剛數超級久的 還說很少 還好這裡才五個攤位而已 所以就還好 我逛的第一家攤位 就是Maluko的手畫室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這一次消費的是這三卷舉膠帶 因為滿額所以有送一個小調室 這是什麼啊 這是小調室 而且它是那種雙面壓克力會跟那種材質 但你有丟在哪 我想到 我都覺得他說滿額可以抽 我就開心 可以抽所以還有別種 對 它總共有五種這種調室 然後這更好是這五個裡面我最喜歡 最想要拿的就是拿到它 唉唷 這一順的運氣用在這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的作品呢 都是走這種水彩渲染 還有四千底這種比較溫暖溫馨的風格 每個小動物都秀得很開心 這個不錯耶 這個還滿療癒的 對 它是走療癒性的 那其實之前我也有買過它的指膠帶 就是因為上一次買了小兔子的指膠帶 你才發現太可愛了 而且用色非常的飽滿 又很鮮豔 所以我這一次決定第一拍就要先幫助它 你買到我都不知道小兔子是哪一次買的了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玩尺插畫工作室的作品 那其實我們最早會注意到這位設計師呢 其實是在今年四月我和我的朋友 金去文博會的時候 剛好有看到他的攤位 就是這位設計師呢 他每到一個不同的國家去玩的時候 他都會那個國家的形狀 搭配在地的美食 或者一圖畫 那這個是我購買的台灣的美食 是明信片 沒錯 它都是用這種牛皮質的材質 然後搭配我在想 這個應該是色鮮筆 對 色鮮筆畫的 它畫得很棒耶 這個風格很棒耶 那時候我看到它的畫冊和明信片 整個就覺得說天哪這也太漂亮了 我那時候都心裡想說 如果它哪天出了紙膠袋 我就一定會買 對啊 我剛剛也想說 它怎麼會出這個 這個很可愛 那這次出的是花草 但是我還是決定要先捧場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接觸到 這位設計師的作品 先看這個很可愛喔 你看它的貼紙上面是一個 戴著紳士帽的小刺蝟 其實它裡面啊 就是有很多的動物 都戴著紳士帽 很可愛 就是它主題是不是 對 就是它這裡是 Gentle 喔 其實每個都戴紳士帽 Gentle 超可愛 這個是我看到它第二個作品 我覺得很酷的是 它是燙金材質的紙膠袋 然後帶有梨形紙在上面 超級型 哇 這超誇張的耶 它上面有小鹿 還有一些可愛的小動物 我覺得撿起來如果拿來做 聖誕節的卡片 會非常的溫馨 而且很有氣質 接下來呢我要來介紹的是 我在自己印市集裡面的最後一家購物店家 這個是來自森諾里的兩卷紙膠袋 你看它的線條其實很簡單 然後畫風是屬於那種可愛系列的 那光看這一卷 你看它是不是用這種珊瑚粉紅色 上面畫小鳥還有小花 就感覺到很可愛 很有春天氣息 另外這一款它直接寫說它是春天的花園 所以買了這兩卷之後呢就會感覺好像春天要到了一樣 可是現在是秋天耶 可能就是趕快迎接下一個春天到來這樣 我還有購入這個 平常我可能比較少買的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小蘇本的吊飾 吊飾你又要吊在哪裡啊 那我想說我要把它放在TN筆記本的封面上面 當成一個點綴 那這一次我選的是白色和古銅色的搭配 其實呢它還有另外一個搭配是黑色和古銅色的搭配 只是我怕如果這次我買兩個的話 可能會被人家說花錢花太多 所以我想說過幾個月之後 你再把它買回來 請問那個人家是 最後的最後呢 其實是在這個自己印市集隔壁 剛好有一個迷路森林市集 那裡面呢有一位設計師就是我向來最喜歡的牌子 喵星達 所以我就忍不去光顧了一下 那我們先看到的是這卷兔兔炫 它其實就是可愛的小兔子搭配上 這一種比較溫暖的色調 那看起來就是很溫暖很柔和 那接下來這兩個線稿呢 那先前其實我唯有買到彩色的紙膠袋 然後這一次呢是剛好來補足線稿的部分 女生呢這一款呢它是有搭配一些花草 男生是搭配了我們寫手帳常用到的一些文具 那我想說買這種線條式的紙膠袋的話 後來也可以上色 所以不買的話真的是對不起自己 真的假的在上面可以直接畫畫 應該是可以的 那你知道我有這麼多文具 這麼多筆我想說應該是可以畫出來的 對你有一大一大一 除此之外呢 這一次我還有買兩張明信片 然後 欸妳上次是不是剛好沒有遇到她 對啊因為想說去世貌文具展的時候 剛好作者不在 這時候覺得很可惜 可是這一次遇到的就 就是有點後面脾氣了 她幫我簽名叫 很開心 舒爽 那其實這一次呢還有其他的攤位 我也很想逛 像是8號的錢的先生 但是因為那個排隊實在是排太長的 擠不進去 就只好 就有點管這樣子 然後跟她致敬一下 希望下次有機會 我一定要早一點出門去奪 用妳的眼神致敬嗎 對 下一次的話我就會拿出我的火包來致敬 用力 對 就這個時候就要這樣 OK 有了有 有挑一心就有了 喔 那以上就是在9月份 最後收獲的全新鎮利品 如果您也喜歡 絕招拜訪文具的話 歡迎您才和我們這邊分享喔 沒錯 然後當然要訂閱分享和按讚唷 好的 拜拜 再見